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在昨天普遍银行股市出现了下调 澳洲股市整体幅度也是下跌 大约是0.5%左右 但是依然是在6650点附近 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大约也分别下挫 大约0.4%至0.5% 欧美方面英法德各有涨跌 其中英国跌的稍多一些 达到了0.8% 法国和德国普遍都在0.1%至0.3%范围内波动 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晚上也出现了回调 其中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科技和标普大盘指数 分别是下挫最多的0.6% 最少的0.1%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随着全球股市的回调而出现上涨 金价再次冲上1510美元大关 而比特币价格则没有太大变化 目前依然是在9100上下浮动 石油价格则从前几天的57美元附近 目前下跌至54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在两周之前说过 这2019年剩下的两个月 其实有两大事件 第一就是中美谈好的第一阶段协议是否能够顺理的签字 第二就是有关10月31号英国脱欧的事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两个事到目前依然是没有最终的定论 首先来看中美之间 我们知道原定于在智力召开的11月中的G20峰会 由于智力那边突然取消 现在不得不要重新找会议的地点 虽然说在昨天特朗普自己在推特上说到 他们很快就会宣布新的谈判地点 那么到目前为止 大家也非常担心 谈判地点搞定了 但是到时候中美还能不能顺理签字呢 其实从2018年闹到现在 接近于两年时间了 这个中美的贸易纠纷也使得两国的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达到过去20年最低速度的时候 包括像中国主要的一些知名企业 例如像华为 京东 腾讯 阿里都开始裁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那么我觉得这个中国是迫切的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 来停止相互之间的征税 以便于其经济的恢复 那么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从市场的情况和大家的分析来看 双方第一阶段的签字可能性依然是很大 但是至于之后能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或者是全面停火协议 这个谁也不知道 那么再来看英国 英国也是一样 原本于10月31号要定的脱欧 本来欧盟已经和英国的政府谈好了协议 但是我们知道在欧美国家 政府不一定能够说事 它谈好的这个方案 还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 但由于现在英国保守党执政 它在议会中的席位是低于了50% 这就导致很多的提案是需要其他政党一致 或者说联合同意才能够达到这50%的标准 所以说现在这个提案到目前为止始终得不到通过 所以说英国首相 这个首相也是发型和特朗普很像 叫约翰逊 他也是提建议呢 并且终于获得通过 建议在圣诞节之前提前英国进行议会大选 我们要知道呢 这个大选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如果他所领导的这个保守党能够取得50%以上的议会席位 那将意味着他之后提出的所有方案都将会在议会顺利得到通过 但是如果呢 这个另一种结果就是反对党 工党获胜的话呢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上一届首相特雷莎卸任之后 现任首相约翰逊上台所做出有关退欧的所有的事儿 全部报废 重新再来一遍 到时候呢 英国能不能和欧盟达成协议也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从现在约翰逊的这个这么有自信的情况来看 他是觉得他能够在12月圣诞节的这个大选中 带领着保守党的取得50%以上席位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英国退欧这个事儿啊 这搞的是又臭又长 那没办法 政治体制就决定了 这很多时候呢 英国的首相说了不算数 再来看一个话题 回到澳洲方面 我们知道昨天说到的澳洲股市下跌主要是由于银行股的下跌 银行股的下跌主要是因为四大银行之一 澳新银行发布的财报是这个数字不好看 所以很多朋友来问我这个股票还能不能买 昨天跌了这么多 能不能抄底等等 那么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 首先呢 我是想跟大家说啊 咱们以后问问题能不能这个间接一点 我们可以先说这个今天天气咋样 饭吃了没有 最近龙虾价格不错 要不吃顿龙虾 然后咱们最后再来讨论 要不要买股票 你上门这个开门见山 就直接问那能不能买 能不能抄底 这是不是太直接了一点 当然了 这是个笑话而已 意思就是说 昨天有很多朋友也关注了这个焦点问题 那我个人认为的话是这样的 澳新银行发布的财报 首先是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报 主要就是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是核心时期 这个运营能力的一个总结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中主要发生了几件对银行非常不利的事 第一就是房价下跌 第二就是皇家委员会 澳大利亚成立的一个皇家委员会 一直以来对银行业所从事违规行为的一个调查 以及之后所出现的罚款 所以上一个财政年度对于所有的澳洲银行来说 都是非常艰难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 那你觉得这个情况还会恶化吗 我觉得不会 首先从六月到现在五个月时间已经降了三次利息了 我们看到这个房价尤其是二手房 带土地的二手房 不管是房价还是拍卖率都在节节回升 换句话说的就是 现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 澳大利亚商业银行的资产50%以上是来自于按揭贷款的合约 所以这些按揭贷款的合同价值的上升 也能推动银行价值的回升 所以说我认为从今年降息到明年才是年底 澳大利亚的银行的运营能力 其银行的价值和资产的实际数字的话 都会比去年有所提高 那么回到这个话题 现在能不能买 我个人觉得两种方案 第一如果你愿意的话 或者冒点风险买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但是还有一家到两家银行的业绩没有公布 如果他们的业绩公布出来也不好 到时候澳新银行还会再下跌一段时间 但是另一种方案 如果其他几个银行公布的业绩比较好 那么澳新银行会立刻反弹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 我觉得澳洲银行股的价格 在现在的价格并不是太大问题 从未来6到12个月的价格预期来考虑 我觉得盈利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逊的内容 如果您想参加我们本周 在悉尼的线下活动 或者是这个月月底 在墨尔本的大型300人活动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视频介绍内的链接 来报名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